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看过标题 这几个字记住了 谢谢 所以我就想到今天谈这个问题很严重 必须请到他来评价 谁的问题 要不说当主持人最好不要认识太多人 我要说这个话题我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张岚你知道吗 有一个女老板 说起来我不但跟她有一面 跟她的这个儿子也有一面之缘 跟那个大S也有一面之缘 所以这就说起来 千丝万缕的关系 很不好意思 那听起来不止一面之缘 一定白吃白喝一堆 不止白吃白喝了 不然就干嘛 但是我不一定要说她的坏话 我不一定是要说她的坏话 坏话他来说 真聪明 这个公共话题了 我也没有办法 如果我不说 他们会觉得我这个潜规则了 我跟张岚潜什么规则 所以呢 不但我说呢 我们节目也不是首说 先要这个借用 借用咱们那个英明神武的一虎一席谈节目 一虎一席谈呢 曾几何时请张岚上过节目 当时张岚在这个节目上有一段表白 那么现在呢 传的很广 我们先呢 可以来看一下 然后呢 我有话说 我真的不是谴责张岚 我有话说 所以你是让她自己来说自己坏话 咱们先看一看 据我所了解 你曾经也有很多的机会 可以留在国外的 你放弃了 我91年呢 获得了加拿大移民局的 正式的对我的移民的邀请 在那个时候当中放弃了 对不对 但是你回来之后 应该还有很多的机会可以移民吧 那太多了 随时 对 因为你投资移民也可以 对 你的那个企业 那个企业家移民也可以 也可以 你优秀人才移民也可以 对 太多的国家向我伸出了橄榄枝 伸出了橄榄枝 但是你为什么也接着橄榄枝 那我觉得第一 我是中国人 我的骨子里 我的血流着是中国人的血 当我到移民局 1991年去移民局 因为我发现 我要摸着我的胸口 对加拿大人宣誓 我永远忠实于加拿大的时候 我觉得 我应该永远忠实于我的祖国 因为我是中国人 刚刚那时 我想想哭一样 最后那个镜头的那个男人 是大S的老公 好像听得很感动 想哭 帅哥帅多了 但是我为什么这么说 我要替张兰在这个问题上说话 现在大家都拿这段话 这个说事 我呢 就由此啊 我就有一个话题 这个话题就叫什么呢 凡人的标准 为什么呢 就是你所非常感兴趣的李敖先生 李敖老师 我非常喜欢这个人 我也非常佩服他 但是唯有他论证的一点呢 我一直有一个疑问 我觉得就说李敖很多时候啊 他这个要求人呢 不是人的标准 是超人的标准 比方说 他最多的做斗争的武器啊 就说李敖不好惹啊 就说这一辈子收集资料 然后呢 随时就能拿得出来 说赵新术 你今天说黑 我拿着报纸给大家看看 赵新术20年前 在报纸上 他自己写的 他说白 所以这个人不是东西 还好说赵新术 这个落下来的记录不多 所以我就觉得 李敖先生 所以说他的这种 这个 这个这个 鉴别人的这个标准呢 要照我感觉呢 就是 特别的 我说这要求太高了 就就 因为我觉得人 凡人呢 无往不在变化之中 所以你说张兰就在变化吗 对 我先问 那刚才那一段 七几年前 几年前那片 多少年前 不是 我认为 哪怕是上个月 他说的 在当时 这是两年前的了 但是我 我对人的标准 你看跟李敖先生没法比 我对人呢 那就要求太低了 我认为你昨天说的话 今天改也没有问题了 只要咱没签合约 我相信这签合约 签了合约就负法律责任 否则你说话 我从来没指望你 人是说话算数的动物 昨天人是出井生情的动物 昨天在一个局面里 出井生情了 说了些什么话 今天你要改 我个人 无打过 就是我认为很正常 你以为你是谁 除非是 所以说我说你对超人的标准 那是伪人 所以就是说 有些时候你了解一个人 伪人 大家认为你是伪人 你不能这样 你这样让我们觉得 你这个人形象就坍塌了 但是我说凡人呢 这种今天说什么 明天说什么 难道不是很正常吗 那现在批评他的人 这个有一个隐含的意思 就是说你到现在 你自己也没有说 当时说的话 我现在思想想法改变了 你说一声 大家也没有公开 他也没有说 他现在是不吭声 我倒是觉得一个 更重要的一个不变 是一个大的一个观念的不变 就是爱国主义意味着什么 这几十年来都没有变 而现在这个整个环境 中国和外国人关系 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关系都变了 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爱国主义 或者是批评他的人也好 或者张兰这段话 背后的这个爱国主义 是从1840年 鸦片战争以后 一直到抗日战争以后 形成的 就是在中国或者中华民族 在受到那么多威胁 日本人 俄国人 这个世界列强 这个欺负之下 形成了一个爱国主义 它有两个特点 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国家和就是个人对立 你要牺牲个人 因为整个民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吧 你说要牺牲个人 所以个人和这个国家的这个利益 是基本上是对立的 你要牺牲自己的生命 去保卫这个国家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中国和外国的对立 因为日本人打进来了 对不对 你如果不是说完全忠于中国 那你就是忠于日本人了 等等 所以他会说 我要举手效忠加拿大 那不行 我一定要效忠中国 好像效忠加拿大 就不能效忠中国了 两个不能并存的 但现在中国这个环境变了 市场经济就意味着什么 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 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融合的 我就是要你追求个人利益 所以这样整个国家的财富 才能增加 另外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更多的现在是 依存的关系 互利的关系 但是我们的爱国主义 还是没有太变 所以我从张兰的这个事里边 得到的唯一一个教训 就是说你眼高尚要小心 对吧 因为你预料不到人的 你自己的变化 他自己的观念也没有变 文涛刚刚用了一个字 你说眼高尚 假如我的普通话 还能听得懂的话 眼高尚 表演 我觉得因为坦白讲 现在往上往下 对于张兰的批评 是一组的问题 不仅是一个问题 其中一个是把以前的 他这一段话拿出来 这一点的话 我就觉得大家太认真了 这上网络年代 有一句名言 说谁认真 谁在网络认真 谁就是傻子 谁就输了 你看这种叫电视语言 被胡一胡这样 你有没有移民 为什么不移民 为什么 你又演 你当时坦白讲 演不一定表示假 可是你总要有个说法 往往也把自己说服了 所以假如把他这一段话 来引用到目前的情况 我觉得太认真了 而且我刚问你说 多久以前的事 我觉得有差别了 两天前说的话 跟两年前说的话 这个改变的空间 很不一样 两年前说的话 罪责大一点 两年前的罪责 那两天前说的话 那就是假话 因为申请移民的话 不可能两天办得完 两年前我可能 坦白讲 他张兰可以这样说 我就是 我对一虎没有不敬 他可以说 我就是做完这个节目之后 我觉得还是不对劲 留在中国 我就决定移民 对对对 我录完一虎一席谈 我深夜反思了一下 我觉得刚才说的不对 火了对吧 对对对 这有意思 可以理解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习近平说实现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是中华民族 近代最伟大的中国梦 中国梦的境界是什么 施奇平与你分析 他的看法 正改的切入点是反腐 反腐的切入点又是什么 房地产是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还是绊脚石 健康的房屋政策 该如何定位 太空经济学 是地球经济学的范本 太空实验室 能够提供什么理论与智慧 时评大财经 星期四半上 凤凰卫视中央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智慧 回到这片海 发现真正的自己 我的国度 我的上层游艇人生 亚居乐海南清水湾 所以张兰老板这事 引起的我的第二个感触 就是说 入哪国籍的之类的这种问题 是个法律问题 或者说是个规矩问题 它不是个道德问题 但是实际上咱们搞成了感情问题 你说因为我现在发现道德有一件什么事 道德的话都是听起来好听 不信我现在就给你做一个实验 因为我为什么觉得这不是道德问题 好 你说张兰或者说任何一个人 很多明星你们录了外国集 你们怎么能够拍中国电影等等 还挣中国人的钱 听起来很好听 对吧 听起来这个道德很正确 可是我跟你讲 如果我还可以给你一个念起来好听的 在世界上另一些地方 还有另一种道德 世界人权宣言算道德吧 人权宣言里边 你听起来也很崇高的 说第十三条明确写道 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 包括其本国在内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也有类似的条文 十二条写道 合法处在一国领土内的每一个人 在该领土内有权享受迁徙自由 和选择住所的自由 人人有自由离开任何国家的自由 包括其本国在内 你看道德的话听着好听 其实意思相反 你为什么都能听着好听呢 这个很有意思 他后面是不是你刚忘记念一个挂号 他学着说 可惜需要申请签证 你要离开本国要申请吗 人家要批准你吗 你看这篇文章 接下来一次然断 就聊到另一个姓张的女性 所以在张海迪更换国籍这件事中 网友通过虚构其不爱国的行为 来攻击官方所宣扬的爱国 什么本身的罗先生讲 又把张海迪 张海迪现在又发出声明了 说太阳照常生气 我的天 现在聊天都爱聊得大 这个张海迪那个声明 那就比张来几年前的录音 就更高调了 张海迪是感觉被冤枉了 对 但是他这个说被冤枉之后的背后的理由 还是我刚才讲的那种 可以讲的极端一点 可以说僵化的爱国主义的观念 赵老师 排外的爱国主义 排外爱国主义 您说呀啊 咱就说您也是研究这选举的啊 政协这个组织 对 我为什么说 我说这是个法律问题啊 因为他这个总纲里边不是说吗 这政协是什么 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吗 包括这个你们呢 台湾港澳同胞啊 海外侨胞在内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然后呢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由什么中共共产党民族党派 无党派人士 人民团体 各少数民族各界代表 是吧 若干界别 好像感觉 对 对 这个事情有趣就有趣在这个地方 政协是进了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 它是国家政权机关的一部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你里边的政协委员 你的这个国籍身份 如果不说是 就是说一定要是中国人至少公开 这个是有的人就强调这一点 批评他的人就强调这一条 就是政协是一个国家机关 那么同情他的人呢 就强调你刚才读的那一段 就是说他本来 就是我们就觉得他不是一个权力很大 甚至实际上没有实际权力的这么一个机构 既然是这样的话 然后你本来就是希望有广泛的统一战线啊 各种各样的人啊 其中有一些外外籍人士 我们也觉得理所当然 所以说这两方面的 这根本绝对是一个法律问题啊 因为我们也要研究中国的宪法 问题是全世界的政府 只要我不管他实际有没有权力 可是就像您刚说的 他是宪法里面的一个部分嘛 是国家机构的一个部分嘛 所以说担任里面的人 很多地方啊包括香港 基本法写明的 你担任重要的公职人员 立法会议员什么什么行政会议等等 你的国籍要清楚 甚至要放弃你的国籍的 像香港很多局长啊 就是因为曾经被揭发啊 有什么国籍有加拿大籍 因为以前香港有移民潮嘛 这是法律很严格的规定啊 我们不能说啊 因为没关系啦 因为这个局长其实也没用的 是特首说了算 所以他有国籍没有关系 不能这样说嘛 法律不许就不许 所以中国的宪法有这样的法律吗 对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就是说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中国 是在最近几年中间 法律和道德观念都是在极具变化中间 你一谈到了就是说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道德标准 中国而且是同一个国家 同一个族群 它可以有这个昨天和今天 它遵守的法律有大的变化 它这个遵守的这个道德游戏规则 实际上说来说去都是一个游戏规则嘛 不管是软的就是道德观念 还是硬的就是法律条文 都是在极具变化中间 包括这个有关政协的 所以呢 这个那个张兰这个事情出来之后 政协的两个发言人就出来两个不同版本的说法 有一个你们本家 技术上来说 赵启正先生 技术上都是对的 第一天政协的人说 没有法律规定 就是关于就是这个法律上 没有明文规定 政协委员的国籍应该是什么 那么根据刚才你读的这一段 那么我们推测 他其中可能有外籍人士 那完全可能的 我估计现在实际上是有 除了张兰之外 一定还有其他人 很难就是确定没有其他人 甚至有双重国籍的 什么都有 对不对 那么至少有比如说香港身份的人 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就是说这个内地的这个居民 都会有 第二 这是第一天 他是这么讲的 这个听上去的 大家的感觉 就张兰这样 没有错 那么 后来过了一两天 赵启正 那是最主要的发言人 政协最主要的发言人 赵启正出来那一段话 他主要是强调 他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法 是不承认 双重国籍的 言下之意 张兰拿到了外国国籍 就不是中国公民了 不是中国公民了 那后边这句话 还没有说下去 不是中国公民 就意味着不能成 担任国家领导人了 不能进入国家政权机关了 所以单单从两个人说的话来说 第一 技术上都没有错 第二 技术上没有直接的冲突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这个就反而涉及到了一个挺敏感的问题 就说政协是不是国家权力机关 他是不是国家领导人 张兰成国家领导人 不会吧 我认识他 他国家领导人 我也是 你可能不知道 政协主席的待遇 政协主席的待遇 个人的待遇啊 包括那个政治的待遇 个人的政治待遇 是和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这个政治的待遇 和国家主席 是一个级别的待遇 主席咱比 主席可以 他是委员啊 他委员就跟那个 比如说理论上来说 比如说部长啊什么 他就进入国家领导人这个层次了 主要是那个部门 他不一定说他是 就是说他可能只有都做到常委 才能做这个 就是中国人技术意义上的这个领导人 我刚才讲的这个领导人是泛泛而止 一般老百姓就觉得你比我高了 你是进入政协了 我觉得还是要回到法律了 不能说凭感觉 我觉得你是不是领导 也不能说凭说他有没有实权 我真的要看回在政府的整个法律架构上 上面他的位阶是什么 假如这样说的话是非常有可能 他的确是国家权力组成的一部分 假如是这样的话 坦白讲根本事情的不仅是张兰选择当哪个国民的问题 是说为什么在整个过程组成这些委员的过程 法律不严甚至有法有法不依 没有审查谁是什么国籍 没有要求来公布 我给你念个最新消息 我给你念个最新消息 最新消息是据什么经济之声天下有什么报道 北京市朝阳区政协证实 张兰已于今年九月注销中国国籍 并退出了朝阳区政协 相关流程正在处理当中 张兰是当不成政协委员了 但是这个翘江南也摇身一变 成为外商投资企业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全球转件企业合作伙伴 顶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雪 采如极之水 汇软酒精华 年份端将 五井共酒 幸福味道 用爱烹调 欧派整体厨房 有家 有爱 有欧派 赵老师 你接着 对 我觉得刚才你读到这一段里边 有一个词你没有重点读 但是我觉得也是挺重要的 就是说他讲的是朝阳区的一个政协 政协 对 这个政协指使到全国政协 大家都知道 他的实际行使的权利 和其他一些几国家机关是不能比的 对 那么你再下降到 就是省市 北京市 比如说 在北京市再下到朝阳区 那个政协 他就基本上就不管什么实际的事情了 对吧 所以你看 在中国 有一种评价事情的逻辑叫人情世故 对 是吧 你在人情世故上讲 很多话咱们觉得用较真吗 政协 朝阳区政协 对 用较真吗 又是本来就是一个统一战线的一个工具 但是你看 这现在有有媒体了 有微博了 这要是一挑出来 你又觉得这问题很严重啊 他有所挑 有所不挑 朝阳区他就不太强调 对不对 要挑不挑 当然是媒体有他的自由嘛 可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说 他有他享受的福利啊 因为我问了香港很多政协的 我看到朋友拿了名片 你明明香港人就住在我家旁边 怎么上面写叫西安政协委 什么东西 他是一个生分的证明 那我说问他到底有什么好处 我说好了 一到了享受他的医疗福利 什么什么很多的那种我们看不见的福利 那个福利是什么意思啊 那个福利是公堂 政府的钱 老百姓的钱 这你觉得很吃惊吗 不是 那你那这又法法律规规定了嘛 那你是不是外国人 你有没有享受双重的福利津贴等等 假如在一个文明社会 这个就是一个事情 赵老师你说美国的参议员享受特权吗 他有一定的一定的这个 你要定义这个特权是指什么特权 就他犯罪 那也有一定的法律程序 对吧 除了除了总统有一个有一个特殊的 就是说他有一个豁免权之外 或者外国的这个外交官 那么你是参议院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贯文明启示录 这方面就是说在那个 谢谢大家